來 日本代表小百合 要帶來什麼日本人 秋季必吃的米料領呢 好嘞 小百合 所以妳今天要做的是什麼 今天要做的是 將 松茸飯 松茸飯 對 因為呢 就是如果日本人 平常的話 到秋天就想到的是 不同的料理跟香菇一起煮 那個 炊的飯 可是呢 松茸的話 我們今天要吃的是比較特別 比較貴一點 高級一點的松茸飯 有加人參 沒有 沒有 這是 湯菇 其他蘑菇 換成松茸 今天要用的是這個 松茸比較貴 哎唷 哇 這不得了吧 下血本了是不是 這搞不好比剛剛那兩條 人參還貴 而且其實 其實聽說現在日本松茸 日本人自己很愛吃 是 所以我們今天買的是 韓國的松茸 好 廢話切了 第一步 先洗松茸 對 先洗松茸 切好 然後呢 就是用吹發器 吹放 這步驟一樣 就是步驟應該台灣人 日本人都一樣 就是主辦的步驟 所以就 放 加進去 這是台灣米嗎 這個是日本米 日本米 今天是日本米 然後 日本水 不是 不是日本水 每開 我們台灣 倒水是要開蓋 我不知道日本是在哪 好 好專業喔 對 就是做法是應該都一樣 你有在算一比幾嗎 你會不會倒太多 你加到豪拜 你沒有在煮飯喔 有 有 有昨天晚上特別練習的 是嗎 那你真的是一比六百了吧 這是那個 每個吃飯器都有寫那個刻 刻度 有刻度 這個時候要注意的是 跟通常 少一點點 煮飯的時候是先放二十分鐘左右 泡米啊 對 泡米 所以放在這裡 對 今天跟其他的那個西南 只創我的 最簡單 然後最健康 不留 都沒有有 對 對 自己在家裡也方便做嘛 對 然後接下來放二十分鐘的時間內 這個時間可以那個切東西 或者是準備調味料 好 有什麼調味料咧 這個是煎魚高湯 然後這個是醬油 這個用日本的醬油比較鹹 所以用這個 然後這個是料理酒 或是清酒也可以 會很香很香的 這三個元素 就是他們日本做飯的三個元素 煎魚 煎魚 高湯三匙 阿伯岩醬油兩匙 然後料理酒 料理米酒一匙 然後鹽巴一匙 對 非常的簡單 其實這個不需要解釋 就是放這樣子 然後最後 下面放松茸 很香的 這松茸泡出來的水不能用嗎 我真的想講待會兒 就是其實 菌內不要去洗 他說的洗可能是用廚房紙巾沾濕 這樣擦一下 有一些小土的話 是用小刀 這麼小的小刀把它刨下來 就是髒的那個連結地方刨下來 接下來就直接切了 因為這樣子才會保留 菌內它本身的那個香氣 可是我不能就是放在水裡 泡一下這樣沙沙 它的菌 它的味道就等於是 你全部都稀釋到那個裡面了 水裡面了 你們的做法是蛤蜊啦 因為它要吐沙嘛 你其實不用硬跟我們聊 沒有關係 因為這洗菇很麻煩耶 你每個都要這樣子刷 可是擦一下就好 那其實擦一下就好 它的基本上那個 菇類的不能給它泡水 因為菇類的會洗水 那你煮的時候 它的味道跟它的口感 是完全會變成不一樣 真的喔 因為現在好了之後 就可以放到飯鍋裡面 是 對 就這樣就結束了 有 剛剛把紅蘿蔔倒進去了吧 是 倒進去 然後就直接按 按多 要煮多久 就是一般的那個 吹放的時候一樣 好 所以你再講一次這個叫什麼 松茸午餐 松茸午餐 很好 看起來就很好吃 很清淡但是很溫補 它的那個香 那個菇的松茸的那個香氣 非常的濃耶 它原料那個飯裡面 都是有它的那個湯汁的感覺 松茸的香氣 它的口感 然後那個比例 我覺得醬油啊 然後清酒 鹽巴 它那個比例非常之好 好香喔 所以整個飯裡面 飯有飯的味道 可是它又吸收了那個 菇的味道 松茸的香氣 很棒 剛剛第一道到現在 我終於吃到一個 像樣的米粒了 因為沒有 我一直說之前的 可能都是會黏在一起 杜莉不要過來 你幹嘛 它真的終於是一顆一顆 吃得到一顆一顆 之前的可能就是 全部都糊在一起的感覺 就是亞洲人會比較喜歡的口感 這電鍋太強大了 我覺得 杜莉你覺得如何 我覺得我這道菜 從我一來台灣的時候 天天都吃到的 蛤 怎麼可能 對啊 常吃到的 因為在台灣有很多菜我不喜歡吃嘛 所以基本上會買一碗白飯 然後曬了有一點醬油 就這樣子吃 因為這個味道就是這樣而已啊 不會啊 不會啊 還有幾個洋味料 對我來說是這樣 還有松茸 松茸的味道咧 對我 對我來說就是白飯 加一點的那個香料這樣而已 根本沒有 雖然我可以 我覺得OK啊 但是我 對我這個美國人來說 我們需要有一點肉 有一點醬 味道有點單調 或是 放一點點 就像米 還有啤酒 需要有啤酒一樣 有人會放那個嗎 肉條在裡面嗎 因為松茸是很珍貴的菌類 通常是希望米飯完全吸收到松茸的香氣 對 所以用松茸的話 比較那個材料也單純一點 如果不用的話可以放不同的東西 雞肉也可以 這個飯當然不是單純 它可能就是挖出來 這個飯比較特別 對 像有配一個肉 然後有 對 像有一個 就不是只是白飯那麼單調這樣 這個然後重點是 要享受那個松茸的香氣這樣 所以不需要加很多的東西 這就是提供給大家在家裡 可能白飯大家吃得比較膩的話 你可以做一個飯的變化 對 OK 好 謝謝小白河 接下來法國代表妮可 要帶來什麼吸引人的法式米料理呢 好耶 法國今天要帶 法國美食每樣都好吃 厲害啦 這道是 白酒燉牛肉燴飯 你是沒有買到紅酒是不是 你說的是Buff Bourguignon 我現在要幫你介紹的是 另外一個非常聰明菜 法國是Blanquet de Vaux Blanquet de Vaux 不一樣 Blanquet de Vaux OK 這道聽名字你就很想吃了 就很厲害了 對 比前面的可能好吃很多 這個真的很簡單 但是需要多一點的時間 那我們開始是用橄欖油 大砂鍋都來了 你看看 小火一點點 法國有在用大砂鍋 我們本來是用鐵鍋的 像鋁鐵鍋 也可以的 你法國真的很愛用這種鋁鐵鍋 你加油了還要加奶油 對 這個很重要 很重要嗎 對 如果你只有加奶油的話 把那個很容易燒掉 如果你只有加橄欖油 沒有加奶油 你心臟怎麼會塞得住呢 對 這個全部的 Roll這裡 然後大概 這個你需要兩分鐘而已 通常要用燉的話 你建議會用什麼部位啊 對不對 用燉的我覺得 要油脂多一點 才會比較 牛小排 牛小排 牛熱條 油脂比較多 飛力 然後你要用一個單子 飛力會硬啊 平常我們走這個 會用Rump Steak 杜力就可以啊 杜力 這個是什麼麵糰 麵糰 你可以慢慢加 你的洋蔥 我洋蔥切的是一個洋蔥 然後切得比較大塊 大塊一點點 這樣 Here we go 跟你的 蒜頭 蒜頭我們法國也會喜歡 所以放更多的 這三個組合 怎麼會創作呢 不可能的嘛 這一定中糟耶 然後要加 香氣都出來了喔 你的紅蘿蔔 也不得了 OK 它是切成條狀 這一道好好吃的感覺喔 對 太棒了 然後你的白香菇 我們在法國有一個是叫 巴黎的香菇 是這樣白色的小小的 這樣你加起來 然後還要加一個 我們在法國常常會用是 不太清楚這個叫什麼名字 雞湯塊 對啊 然後是什麼 牛肉湯塊嗎 還是雞湯塊 這個不是牛肉的 但是有一些是雞肉 有一些 這個是 雞湯塊 蔬菜湯塊啦 他說這是湯的 這樣然後一樣 所以你這一道會有湯 有湯是對的 會有醬 對啊 不是韓國的 白酒 但是這個酒也會 以後不會裡面有酒 所以你可以給小朋友喝 但是會 還會有這個酒的味道 但是不會有酒 OK 對 那差不多一杯 因為它酒就揮發掉 只留下酒的香氣 對 你這個白酒是有顏色的 是嗎 好香 然後這樣你醋一點點 然後要加水 你很想喝湯對不對 湯滿重要的 可是做到這個我很好奇一點 飯什麼時候下 飯什麼時候下 就是你整鍋吃完 吃完的時候再下 然後先 現在 他就是煮這樣一鍋有沒有 然後白飯倒進去 喇喇這樣吃 那是韓國的吃法是不是 這樣你要 關起來 然後用小火 是 這樣 然後差不多一個小時 要一個小時 要一個小時喔 對啊 一個一個多小時 然後你要這樣 關心它 對 看望它一下 對對對這樣 還沒好 一個小時以後 你要加 要做一個 用鮮奶油 這裡油 跟 雞蛋 雞蛋 我需要這個黃的而已 只需要蛋黃 OK 解決 好 所以你只要蛋黃的部分 所以 所以以後你需要一個 黃蛋這樣 然後給你的 這個鮮奶油 差不多 看你要多少的肉 差不多是20CC 對啊 放這樣 然後關好的時候 這個就是杜利最喜歡吃的醬 真的 這個我準備好了 這是不是就是外面那種什麼 那個 荷蘭醬喔 你說那個荷蘭醬 荷蘭那個是不一樣 荷蘭當然就是那個蛋黃 然後給它 放在水上面 還要用一個檸檬 檸檬的汁 半個檸檬 半個 一個檸檬 一個檸檬 一個 這個一道一定超好吃 哇 這個 這裡 這裡 哇 哇 強而有力的手 好期待喔 真的是很威耶 煮完一個小時之後 把檸檬跟他剛剛調好這個 倒進去 然後就開蓋 然後再煮20分鐘 Yes OK 對啊 這樣 也是用大火煮就對了 Yes No 小的 都是小火 全部都是用小的 慢慢煮的 好的 所以這樣程序就結束了 Yes 就是 現在這一鍋 白酒燉牛肉 歡迎飯 各位觀眾 好像咖哩飯喔 天啊 太像咖哩了吧 好想喝那個湯 太好吃了 哇 這淋在飯上一定超過癮的 很棒很棒 好好吃喔 它的那個蘑菇的味道 有在飯裡面 它那個醬汁的味道 非常香有沒有 是 還有那個奶油 還有它最後調的那個醬汁 下去的那個奶油味 我覺得醬汁真的很棒 還有蘑菇 因為蘑菇炒得非常的 整個煮得非常的透 但是可能牛肉的部分 下次我建議要挑一下 還是有 有點硬 對 要挑油脂比較多一點 牛肉的部位啦 我會覺得那個味道 OK 真的 非常非常過癮 我吃的時候 我覺得很爽 但是呢 我覺得那個熱量 非常非常高 它的祕密武器 什麼什麼 法國麵包 沾著吃這樣子 這個也別有一番風味啦 餅秀有吃嗎 有有有 我吃完了 就很好吃 就真的有點像咖哩飯 但是就是有一點 不一樣的咖哩飯的感覺 我覺得是 是 比較有那種 就是說我們白酒燉牛肉燴飯 他說是咖哩飯 就有一點是什麼 有風味的咖哩飯那種 怎麼說 我就有一點 法國味道的咖哩飯 那你 你喜歡這樣 可以 也是可以 你喜歡這樣拔拍叫的行為 你鄰居知道嗎 所以現在知道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韓國人來法國 沒有很多法國人去韓國 沒有很多人來韓國 好吃耶 Tasha覺得如何 我覺得 這是今天我吃的最好吃的 是不是 但是我覺得 立柯 你這道菜是搞錯重點 怎樣說 因為今天就是來做米 對啊 米料理 米根本沒有煮米 對耶 對啊 因為我不用 這個是要... 因為這個要背蜜 這個是在發... 沒有 其實他今天沒有... 他剛剛沒有講的話 我們都不知道 今天的主題到底是什麼 他有忽然突破往常 對耶 對 他的米的部分 米包在哪裡 對 今天就是要有飯啊 但是像你這樣講的 就是用那個麵包來吃 很好吃 因為我是法國人 我隨便的東西 我都可以變麵包吃 但是這個菜特別是配飯 如果你去法國餐廳 他們當然會配飯 配飯 謝謝妮可 來 謝謝 這道真的很棒啊